如果有人问你婚姻中最不能接受的事情,你会回答什么? 我相信80%的人都回答出轨。 那么如果再问你,相比肉体出轨和精神出轨,你能接受哪个? 以前有一篇文章叫做《你接受不了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》。 上面说什么的都有,网友的回答也比较新奇。 要我看无论是哪种出轨,都是对待婚姻的不忠,所以婚后一定要管好自己。 每当欲望来临的时候,多想想你和你现在的对象是怎么走到这里的。 千万不要赌一时之快,而变得让自己放纵起来,这样吃亏的永远是自己。 美国有一个网站曾经做出了一个投票,题目就是关于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。 有一次我也和我的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,但是所有男人的回答基本都是接受不了肉体出轨。 很多人回答道,你可以不爱我和我离婚,但是千万不要在婚内出轨, 因为我无法看到你被别人压在身下的情景。 更是回答道,如果真是走到了内部,我不确定我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。 其实谁都不想遇到这个事情,但是谁也不能避免。 因为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,网络让人放松,让人方便,却带来了让人无法避免的网聊。 聊时间久了,基本都有多多少少的感情。 时间长了,几乎都有依赖感,然后奔线,约会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 我有个朋友,他对老婆很好,每个月工资都上交给老婆, 周末双休,必在家陪老婆儿子,洗碗洗衣服,让外人很是羡慕。 可你能想到偏偏是这样的男人会出轨吗? 有次我无意间问他,少得那么好,为啥不好好过日子? 你没钱的时候你老婆陪你一起奋斗,现在你有钱了,他妈的就出去搞啊,你这样对得起你老婆吗? 回来我才知道,原来他老婆性冷淡,满足不了他,久而久之他就不会再找他老婆做了,基本都是肉体粗鬼,精神满足他老婆。 当他像野兽般狂野的和姑娘滚床单的时候,我还得被逼无奈,帮他撒谎,骗老婆。 有一次朋友聚会,我问他你这么做,为啥不想的离婚? 他说没有,老婆是家,其他人不能带回家,这句话竟然让我无言以对。 再说一个我的一个女上司吧,他和他老公结婚15年,孩子13岁,也到了如狼是虎的年纪。 有一次聚会我们喝多了,他开玩笑说道,我和我老公只是有些身体的接触,基本无爱情可言, 但是我很喜欢我的一个健身教练,我给他买了几万的礼物,但你如果问我, 我会和现在的老公离婚跟他吗?很显然不会。 我知道我再过几年人老猪黄,人家肯定会把我抛弃,我现在就是能爱一天是一天,不敢有别的想法。 这两个事情搞得我已经迷思自我了,已经惧怕未来的老婆,不知道以后的我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老公, 但是我会不忘初心,不论肉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,都是非常让人恶心的。 希望大家为了两家人,最好不要做一些恶心的事。 如果被出轨的一方知道,做出一些出格的事,那就后悔都没有后悔药了。